马上拆迁了,上海这家开了40多年的清真面馆,真的是吃一天少一天啊,主要是拆了以后就不会再开新店了,也算是哪笔巨款安享满年了,店内的环境也是相当具有年代感,只有三张桌,感受一下,店面小到我一个广角相机一只手都转不过来,并且没有空调,毋庸置疑,上海绝对是全国最洋气的城市没有之一,就连这样的一个老面馆都有八排位,面的价格从10到52不等,并且只收现金,这种操作旁边的邻居已经习惯了, 速度很快,只要3-5分钟,一碗面就端了上来,10块钱一份的葱油拌面,外加辣酱,烤铺,白切牛肉,价格分别在3,5,13,剥开着豪华版的胶筹,看看这又细又圆又干巴的面,好像就是这种感觉 别慌,咱的碗底不是有酱汁吗,搅和匀了,一点都不干,当然也可以用这80年的雪碧瓶给自己加点醋,这是一家有年代感,有烟火气,有人情味的面馆,老板说话很客气,也很亲近,典型的 好客上海野书,过了饭点不太忙,还跟我们聊了聊老卢湾的故事,来了时刻也能看得出来,基本都是老时刻老客户,怎么看出来的 普通时刻,站在门口点,付好钱再进屋,老时刻,直接进屋,往那一坐,头不抬眼不睁的玩手机,这个时候老板就出来了,问了一句,还吃那个什么加那个什么吧 老时刻依然没有抬头,只是点了个头,对,偶尔也会出现一些小插曲,老板会对老时刻说,那个什么没有了,或者那个什么可以吧 老时刻依然没有抬头,便也点了一下头,可以,这么一说,泡面感是不是就来了 是因为味道嘛,我吃的是最便宜的葱油拌面,就是很常规的本包面的味道,但我相信所有的老时刻来这追求的都是老上海的味道 40多年的面馆,并且是夫妻店,想必当年也是社会精英啊 如今这一个猜字,直接从社会精英变成了人争龙凤 拿着巨款,不管是到郊区,还是继续留在市区,都可以安享晚年了 还不快来,我已经跟老板确认过了,拆了以后,不开心电,又是吃饱喝酒的一天,让我们明天见,天天见我们下个视频见,拜拜 体质都看到这儿了,Rubus1又在这儿,喂